就在昨晚河南中秋晚会播出结束 凭借精美的节目优秀的剧情 神奇的运镜 晚会将虚拟与现实结合 通过唐小月的故事串联起整场晚会 实现了没有主持人 没有流量明星 也能举办晚会的突破 而说起昨晚最亮的在当数周深 若思念便思念这首歌 画面震撼大气 歌声温暖流利 周深出了那种分隔的无力 却又相思的信心和期盼 各从河落来 像是轻声的泥南 换离乡的游子归来 在舞台上大放光彩的周深 也成功地让很多人都记住了她 在节目最开始通过皮影的方式 讲述了女主人公唐小月的故事 随后从皮影到现实 从唐小月自身和母亲两条线 展开晚会 首先是夜由河南洛阳城 万家灯火共庆中秋 向观众展示了古时洛阳的繁华 晚会不仅有节目表演 还向观众展示了河南的传统文化 毫不刻意引人入胜 晚会里曾经饰演 《甄嬛传》梅庄主角色的演员 饰演女主的母亲 通过讲述母亲夜由洛阳城所见 引出了《秋月记》《贺归来西》等节目 节目通过虚拟和现实的结合 不仅展示了古时中华文化的博大 更是突出现在中国科技的繁华 《贺归来西》的表演者 更是完美展示了仙鹤的神韵 动作似有似无 轻巧灵活 缥缈仙气 仙鹤数量由一只道多只 抠仙鹤图的主题 河南少林文化博大轻声 渊远流长 在以往许多节目中 可以看到的无数表演 但这一次晚会与以往不同 直接将舞台搬到了少林寺 搬到了深山 搬到了森林 通过在不同位置的表演 展示出少林功夫的芝美 观众仿佛森林奇境 表演效果超过任何一次晚会 节目最后 一曲广寒宫正口中秋主题 不同镜头 不同舞者进行表演 穿插洛阳石窟 水下舞蹈等镜头 将中华文化之美展示出来 终分体现了文化自信 与文化自强 近日李克勤在出席某节目时 在采访中表示 河南卫视不断刷屏 让传统文化以最新的姿态 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这一次自己在看中秋奇妙游时 通过几位小姐姐的眼神 透过周深的歌曲 也是让我们仿佛梦回盛堂 看到千年之前 中秋月夜的奇妙景观 随后李克勤调看起周深 说前两天我还问他 作为娱乐圈最忙的打工人 你现在是连轴转 也是出现在多个卫视 当初为何不拒绝中秋奇妙游 为何会参加呢 对此网友也是好奇 而李克勤透露说 周深主要还是单身 参加节目也是希望 挣一些月饼钱 能够早日脱单 这回周深也应该是 笑翻全场了 当然中秋奇妙夜的 这个文化传统艺术 实在太多 每个节目都美轮美奂 令人迎接不下 我们也期待周深 在其他卫视大放异彩